瑞芳蝙蝠洞公园因为常年受到海风吹拾 凉坪跟地坪公厕等等都已经锈食不堪使用 因此公所趁着蝙蝠季结束期间进行大改善 目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预计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完工验收 希望到时候可以带给民众更好的休憩空间 瑞芳蝠洞公园这几年观光人潮逐渐上升 就算不在活动期间也可以看到游客前来 不过因为这里靠海许多设施 常年受到海风吹拾 部分已经锈食损坏 瑞芳区长陈一正表示 公所趁着活动结束 立刻进行设施的修缮工作 希望可以带给游客更好的观光品质 为了让整个设施更能够友善 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 所以我们瑞芳区公所在今年蝙蝠季8月结束之后 我们就进行整个瑞芳蝠洞公园周边的一些相关设施的改造 那包括我们凉亭的一些座椅 经过这个长年的一个风化 因为在海边钢筋也锈食 那我们发现之后立即就启动这样的一个 将整个这边的八个座椅全部做一个改善 此外还有我们这边也有儿童邮聚 那相关的地平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来符合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标准的规定 陈一正表示这次改善的项目 包括两座凉亭的锈食维修 公园地平因为不符合国家标准 因此也在这一次的改善范围 再来就是已经使用许久的老旧公厕改善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工程达到全方面的改善 哪里外 中和 对中和 有来过这个地方吗 没有 那怎么会想要来这里 就是带女朋友出来走走 感觉不错 那此外厕所的使用率更是非常多 由于这个旁边就是我们的椒野 那也是我们许多潜水客或者是浮潜的游客 最常训练的一个基地 所以这个我们的厕所使用量非常高 那我们厕所已经盖了非常久 数十年的时间 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帮将整个厕所 包括洗手台 男厕女厕的小便斗 还有这个门 还有包括周边的这些墙壁 整个都磁砖等 整个都把它做一个改善 那相信这个改善之后可以换南一新 那提供更友善亲民的一个环境 让民众来多加使用 游客也表示虽然现在已经过了蝙蝠季 但还是特地从中和远道而来 因为这里除了蝙蝠 还有海景山景 以及公所施作的相关蝙蝠异象设施 不管是拍照打卡 还是踏青郊游都很适合 可以让人放松心情 是值得推荐的观光好地方 江峰江 瑞方长报道